中国男星彭玉畅在2020年被狗仔拍到 带着女友回家过夜 之后他也大方认爱并表示女友是全外人 希望外界给予两人一些空间 不料日前某八卦媒体爆料称 彭玉畅和美女在KTV通宵玩乐 指引他背着女友与其他人搞暧昧 还发出一段影片作证 该影片曝光后立刻引起往我们的热议 而彭玉畅本人在消息曝光后的短短半小时 就透过微博开直播回应 陈清与他一起吃饭的女生正是他交往多年的女友 这是所有粉丝都知道的事情 而且当天有很多朋友在场 算是朋友之间的小聚会 霸气户外的举动获得网门大赞 随后彭玉畅的粉丝 也涌入该则爆料帖文表示 该名女子是彭玉畅的正牌女友 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是不是没有八卦可以爆了 有部分网友表示 两人都没有任何亲密举动 怎么能谈得上稿暧昧 怒斥狗仔只会颠倒是非黑白